面對周主席的聘劇,贏盤國秀立學學心,無限電動是真家。 我們當官長可思華到好好聽出校長官部真家病宿輸求。 顧官長剛才是學路放學的新集, 並且帶人去做改善好好病宿,病宿也不會改善進進, 也將設計臨時病宿。 我們人數增加到22,但少子化的… 贏盤國秀為一百十一年,新新郎首八人, 辦學地教學團隊,校友會、家長會, 民意代表,廣護町國界的努力下不斷進步。 一百十一年,新新郎首提升到21人, 今年新新郎首竟得到18人, 學新郎首在新中,也造成本社,輸求增加, 為出校方向廣護町, 官長可思華也請主教好好回看。 因為早期的做一些的綠美化, 看起來已經是大概有20年左右了, 有很多的這些磁磚也好,或地磚都已經是隆起, 甚至是不服現況使用, 特別也會增加很多的危險。 孩子在這邊有時候在這邊跑, 或者是在這邊運動,可能都會撞到, 所以我請校長再把現在的公測的部分, 重新把它改制到外面來, 這樣子對孩子在上課的時候, 可能在我們學習的環境上面, 品質也會更好。 聶盤國秀, 飛營里有真空, 精神以後, 加上國秀, 學生人所增加, 讓孩子上本社都必須排隊, 加上很有本社勞工, 對著本社需要經驗, 改善, 周邊環境也需要精力。 感謝縣長今天會看之後呢, 也特別只是, 對於不管廁所還是周邊, 我們能夠有一個更好的一個廁所, 來提供給我們的學子, 讓他們在學習的時候, 對於生女需求, 也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環境來做使用。 那許縣長跟我們幾位同仁, 縣看了之後, 覺得這個不服使用了, 現在要用新的部分, 就是要重新使用, 讓整個環境更好的空間, 更清潔。 在興建的過程當中, 那因為孩子們還是有這個生理需求, 所以也, 徐刷縣長也一口答應, 來興建臨時的廁所, 在這個期間, 先以臨時的廁所, 來讓孩子解決生理需求。 副館長, 共町的請後長, 做國靠原生的計位, 雖然經費可能的比, 以計的210萬塊多少, 報告官府中的整理協助。 記者是蔡文博道。